另外瑞穗相待会的定期会乡镇总执询一程到了第二天 乡民代表钟明秋、钟永春及林玉芬轮番上阵的来执询 那么尤其针对瑞穗车站售票口 在今年五月发包动工迁移到一楼的工程 至今却毫无动静 乡代表们是高度的关注 也请乡公所要含文到台铁来表达地方的需求心声 瑞穗相待会定期会乡镇总执询第二天 乡代表林玉芬针对了乡公所为编列代表提案预算问题 执询提出看法与建言 我们所有的经验是并没有被公所来接受 或者来编列于下一年度的预算 其实代表我们在建议的部分 大部分我们也是公所可以做的 就是预算也是编列进去 另外乡代表钟永春对于乡内路牌标示凌乱 单务紧销的救灾救护工作 以及让游客迷失方向等问题 与乡长沉进光咨询工坊 因为很多的单位设置的招牌 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乡公所讲过 知会过 那也希望说设置的时候 可能要跟乡单单位先跟他咨询一下 是不是有机会 类似做复合式的一个招牌 三千多万的 在四个生活圈里面 然后只要有这样的 我们都优先来作为处理 逐项地把它完成 今天登记咨询的向代表钟明秋 除了是咨询县政府肥料 制裁补助应以农作需求 提供适合的肥料之外 特别就车站售票口迁移发包动工 至今却毫无动静 联合代表林玉芬 中永春以及陈国阵等多位代表关切质询 请向公所韩文台铁 表达地方需求 你动工去坐电梯 我觉得他不错 你当天就像你前一样 这直接我就直接 那我是觉得说 他为什么倒是来不动工 我是觉得 代表报告 我想我等一下就打电话 他再先跟这个代表工作报告 江公所除了是江韩文台铁 面对乡代表们轮番质询关切 乡长陈静光则在会后 去电台铁花莲运物段 传达地方新生 段长吴津天在电话内头说明指出 虽然受到疫情影响延误工程进度 但也会要求厂商能尽快施作改善 提升车站站体 优质且更友善的服务品质 记者石玉兰瑞瑟采访报道 记者石玉兰瑟采访报道